我們開啟這個軟體之後 你如果遇到 你開啟這個軟體之後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的狀況 那你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 你要不要來打開這個log檔 就是你的一些檔案 在記憶體裡面快速存取的一個記憶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就可以看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之後 第一次 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是已經遇到藍屏 重開機的話 你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 你要不要打開你上次的 一個暫存的檔案 你就可以直接開啟你的存取 但是如果你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之後 開啟 打開這個軟體 你如果已經是遇到藍屏 然後重開機的狀態 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之後 重開機後 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 後面開機的話 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已經是遇到藍屏 重開機的話 你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 你要不要打開這個快速的問題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如果已經是遇到藍屏 然後重開機的話 你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快速的選單 讓你告訴你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如果已經是遇到藍屏 重開機後 你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右下角 打開這個軟體 打開這個軟體 如果你是遇到藍屏之後 重開機 那你右下角就會有一個小小視窗 告訴你 你要不要直接打開這個LOG檔 但如果你沒有跳出這個視窗的話 你也可以到左上角 直接把我們的軟體 資料夾 問題的 我們的快 我們的LOG 我們的記憶體的這個檔案 把它打開 在C疊記憶體這個檔案把它打開 直接到我們 可以直接 我們就直接到我們的右 我們就直接到我們左上角 把我們的 我們直接到我們的左上角 把我們的記憶體這個檔案打開 我們直接到我們左上角 把我們的C疊記憶體檔案這個打開 OK 打開這個 打開檔案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 打開檔案之後 我們下面就會有一個 分析的一個按鈕 但 打開檔案之後 還沒有任何東西 因為我們要按下方的一個分析按鈕 那按下去大概 可能十幾秒吧 它就會出現很多詳細的資訊 拉到最下面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就可以看到說 到底是哪一個軟體造成你重開機 或者是有什麼軟體驅動程式壞掉了 或者是幹嘛的 那它都會寫在下面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你去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不一定百分之百你可以確定知道是哪一個軟體 因為有的時候是兩個軟體在互衝拉 不知道在搶什麼資源 結果某一個軟體就先故障 那 這個也不好說 反正那是一個出發點 但是你要詳細的去分析 你也要自己去分析 到底我當時在做什麼 那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問題 那可能 那這樣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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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開到這個地方 我會在夠了 就是我們來這麼多 你可以講一下